7月15日,以百年变局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首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上海举行 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00余人出席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致辞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进化投资新业的环境 让更多台企能够搭上祖国大陆经济增长的快车 共享上海发展的基础 上海将进步加强于老内友好现实的交往联系 后制附台文化交流、民间交流的基础 构筑新云契合的桥梁 进入同胖赴台之间 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的渠道 帮助更多台湾青年在上海追梦、做梦、愿远的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刘洁一在致辞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1日重要讲话中 深刻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任务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责任担当 指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任务要求 表达了对包括两岸同胞在内所有中华儿女和中共计团结向前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 发出了对一切企图阻碍祖国统一势力的严正警告 国民党前主席中华清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 新党主席吴晨典以视频方式致辞 他们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荣耀与使命 两岸同胞要努力同心 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 为早日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 新党副主席李慎峰围绕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刘军川主持开幕式 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统派团体联合举办 围绕百年变局与两岸关系 民族复兴与祖国统一 携手元梦与青年担当三个子议题深入研讨 活动还安排参访中共一大纪念馆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主题展 5年21日元 勇业組織